方便租借的U-buy是许多民众通勤还有观光客深入城市旅游的好选择之一 但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事故不少乘客却没有保险吗 现在根据台北市周通局的统计就发现 有36.5%骑乘U-buy的民众没有投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的 甚至其中还有高达三成七的比例对投保资讯是完全不清楚 原来登记使用的卡片还得要个别加保才会有保险的保障 不少人习惯租借U-buy骑了救手 电视随着事故风险持续上升 却有人还没有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 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投保 一张悠悠卡在手就能骑U-buy穿梭街头 方便租借成为不少民众和观光客的选择 但就怕不小心跌倒或发生事故 台北市从2018年实施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免费投保 看台北市交通局的统计 累计到今年11月 投保率已由去年底的49.4%增加到63.5% 但实际摊开在36.5%未投保的民众中 竟有高达37% 对于投保资讯无萨萨 最后可能就觉得用不到 就觉得还要花时间去申请有点麻烦 真的吗不足道 对于投保资讯有点问号 看看U-buy公共自行车保险提供两大保障 像是意外伤害险 保障租赁期间 发生事故的医疗失能和生故保障 以跌倒睡车住院来说 一天可理赔1000元 骨折是严重性而定 至于死亡最高可理赔100万 还有第三人则任险保障发生事故 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的赔偿责任 对方可申请理赔最高200万 虽然人量增加 但当行有继六成的会员 不清楚登记使用的卡片 都得个别家宝 以台北市来看的话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三点五 是有投保 我们一天一天大概 假如到今年是一月平均 一天大概十二点四万 官方APP或者是我们网页 在我们登陆会员的地方 记得去勾选投保 优拜成为重要的通行工具之一 以生令种城市缩影 未与筹谋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 替自己增加额外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